中国服饰的古典与时尚 您所看到的左边的这位穿着我最新设计长裙的西方女孩青春靓丽 而来自这一边的一千多年前的圣堂美女也一样的雍容自信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方向 今天跟大家分享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精彩绚烂的传统服饰 以及当代中国的时尚发展现状 在回顾整个服饰演变的过程中 我更多的是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 从发现美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中国的美丽衣裳 中国自古以来有衣冠王国和鲤鱼之邦的美誉 传统的服饰艺术也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千年来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不同的朝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服装风格 同时中国还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服装也都是独具特色的 作为一名中国的服装设计师 我一直在思考 中国自己的传统服饰到底该如何去传承与创新 如何才能走向世界 我一直在设计中试图去融合古代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时尚 好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以来服装的演变过程 看看曾几何时 中国的古人是如何去设计华美的服饰 以及去如何影响世界的时尚潮流的